在今年內衣食住行這麼多種問題當中 引起最多糾紛的依然是住的問題 而正因為這個問題 今年就發生過幾宗政府和市民衝突的事件 三月底房屋處人員在官塘行安街清拆 潛建母屋的時候 部分居民拒絕遷去屯門 而且同在場的警察發生衝突 事件裏面有16個警員和每1個居民受傷 一月初 二百多個九龍灣臨時安置區的居民 在何文田房屋處門外露宿 並且絕食固體食物 反對房屋處將他們搬去船灣臨時房屋區 要求安置他們去接近市區的地方居住 後來房屋處向法庭申請禁制令 要露宿的居民離開 露宿居民也都結束露宿的行動 住屋的問題不單是住在安置區的人所遇到的 政府在今年年中通過放寬租務管制法案 亦都令到很多租住私人樓宇的市民 要為住的問題而煩惱 新法例的內容主要就是 將戰後住宅樓宇的租金管制 在今個月戒滿之後延長兩年 而在加租額方面 就加一個調整的方式 令到受管制樓宇的租金 最多是可以加到市面租值的百分之三十 而單是這個條款 受影響的單位就有成七千個 新法例的另一項內容 就是豁免了兩類樓宇的租金管制 第一類就是今年六月三十號以後 所簽的新租約 而另一類就是今個月十九號以後 應貨差響租值是在五萬元以上的樓宇 估計有大概一千一百個 這一類單位是受到影響的 接著我們又來看看 在教育和醫療方面 今年有甚麼重大的事件 政府在五月初發表 國際顧問團檢討本港教育的報告書 主要的內容就是建議政府 設立教育統籌委員會 統籌全港小學至大學的教育工作 在小學和初中階段採用母語教學 增加中四資助學位 取消中三評核事 教育界對報告書的建議普遍是歡迎 認為報告書的意見是中肯 有人批評政府不需要再浪費時間 搜集對顧問團報告的意見 而應該制定未來教育的政策 教育及人力統籌科 現在還在整理搜集到的意見 在醫療方面 五十多萬港島東區居民 爭取興建東區醫院 經過一年之後 政府在今年九月宣布 將東區醫院的計劃 列為優先施工的計劃之一 而當局在四月就在柴灣健康院 設立一個臨時急救中心作為過渡措施 但是由於設備不足 每日的求診者當中有三成是需要轉往 馬例醫院或是伊麗莎白醫院救治的 所以爭取興建東區醫院聯合委員會 就要求增加臨時急症室的醫療設備 但是到目前政府還沒有實質的行動 另外原定在今年三月啟用的 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 因為政府和成建相就 醫院內部工程錯誤的責任 以及改建費用的問題 令到興建工程延誤 要到明年年中才開始